傳出俄羅斯的飛彈擊中烏軍軍事基地造成了傷亡 交給韻文說明 好 來看到的是現在烏國戰爭進到是第155天了 那很罕見的是烏克蘭方面承認就是俄羅斯對他們軍事基地 軍事設施的攻擊有奏效 我們就看到這根據是烏克蘭軍官格羅莫夫他說呢 在首都基辅周遭在北方的約30公里处 一個叫做柳濟治的軍事基地遭到俄羅斯的空襲 他們發射的是六枚的口徑飛彈 是從這個南部的克里米亞射過來的 導致他們當地有一棟建築全毀之外 還有兩棟的建物受損 甚至有傳出是烏克蘭的軍隊有傷亡的情形 而且不只在這邊 現在在烏克蘭北方有砲擊 以及烏東戰線也還是持續的非常艱難當中 不過來看到這烏南的赫爾松 現在是烏軍正在進行大反攻 他們說有機會在三周之內 能夠讀回當地是三座村莊 而海馬斯多管火箭炮成為烏軍扭轉戰局的關鍵 再交給韵文 確實來看到是烏克蘭戰爭的重大的轉折之一 就是美國軍援這個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目前是來到一共有16台的海馬斯火炮 加大陸克蘭對於俄羅斯的反擊 甚至是反攻的力度 我們先看到就是在烏東戰線的部分 這是根據NASA的監控顯示呢 這個紅點點代表是被攻擊被砲擊的一場火災 那明顯的是現在在烏東戰線這邊 這紅點點是減少了很多了 這是發生在海馬斯系統 被送上前線炮轟俄軍之後 明顯的減少了炮轟的情形 就是因為烏軍利用這海馬斯火炮 成功打擊了多個俄羅斯的彈藥庫 導致俄羅斯現在其實很難去打擊烏克蘭方面 所以像是其實俄軍他們缺少 是比較精準的打擊系統之外 他們揚了一些大量的火炮攻擊 就是密集的轟炸 要炸毀烏克蘭的後勤援軍所需要的道路 就是目前在烏東方面的明顯的轉折 以及來看到是烏南方面是赫爾松這個鋼口城市 是在一開戰時就被俄軍拿下來的 但是現在是明顯是反攻的戰爭開始在成型了 也是因為烏軍使用是海馬斯火炮 來精準炸毀當地的橋樑之後 是斷了俄方他們的補給的撤退路線 導致現在俄方是趕快要調兵前往這個赫爾松方面 所以導致烏東的盾內刺客的推進的這力動 開始有變得比較遲緩的跡象 所以也認為就是俄軍現在開始從進攻方式變成比較防守態勢 而且遇到是這邊烏南的赫爾松可能獲一場大戰 決定之後烏俄戰爭的結局走向 美國參院呼籲將俄羅斯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再交給韻文 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屠殺百姓引起美國參眾兩院都有提案 呼籲白宮政府把俄羅斯列為這個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而現在是參議院已經是通過這項決議案了 就呼籲國務卿布林肯把俄羅斯列入這項名單當中 把俄羅斯列為呢跟這個北韓跟敘利亞伊朗呢 等等是同路人 我們再看到這是眾議院方面有類似的決議案 並且預料的是議長裴洛西一定會支持這項議案的通過 不過看到是到底誰能夠把他列為這個名單當中 這個權限呢其實就是在美國的國務院的 所以呢參眾兩院通過這個議案的話 只是對白宮施加這個國會的壓力 那再看到是如果俄羅斯被列入這項名單當中的話 就等於是賦予了美國政府有進一步制裁俄羅斯的權限之外 也可以對跟俄羅斯有經貿關係的國家有進一步的行動 我們再看到就是提案的人之一就是參議員呢 他說說因為看到是俄軍呢在這個布查小鎮屠殺罪行 他認為如果這個不是恐怖主義的話 那請問什麼才是恐怖主義的呢 而且他說他支持美方呢在增加援助這個海馬斯 多管火箭系統要來幫助烏克蘭 但是前提就是烏方要確保的是 不能把這個火炮系統拿來攻擊俄羅斯的領土 把戰事進一步升級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